大巨蛋即將迎來測試賽和雅錦賽 不過停車場的動線混亂 議員發現煙長路出入口 大客車和七機車的動線交錯打結 光復南路車道上的停車場出入口 若是車輛回流 恐怕又會影響交通 市長蔣萬安就表示 十一月測試賽會做動線的實測 監控車流因應調整 但是連接大巨蛋的捷運連通道 下沉式廣場和逃生通道 卻被議員查出 尚未完成驗收 袁凶則承諾十五號以前會完成 台北市監管處二日核發 台北大巨蛋熊执照 即將迎來測試賽及雅錦賽 場管周邊交通壓力測試在即 不過現在停車場動線混亂 也引發討論 大巨蛋將其中一處的停車場出入口 設置在光復南路的車道上 卻引發了交通安全 以及增加交通壓力的疑慮 大巨蛋的停車場的入口 卻把它設置在光復南路的第一車道 車道的容流量只有二十臺車 這個未來面對動輒三四萬人以上的活動 根本就是不堪使用 有議員認為應有最壞打算 若真的不行就瘋掉到馬路 同樣問題的還有大客車 臨庭黃線設置於煙廠場入測 圓雄雖採臨庭預約制 但交由大客車未預約到場停等 車流就會回堵到光復南路 且停車場的出入口 又有大客車與汽機車 動線交錯大結的問題 車流交錯的部分是一個最大的狀況 而我必須再強調一次 預約下車的這個制度 在黃線上來講以目前的法規 是沒有這個法規的 因為黃線不是一個專用的路權 除了交通問題 議員也揭露大巨蛋上萬人測試賽在即 不過連接大巨蛋的捷運連通道 下城市廣場及逃生通道 卻都尚未完成驗收 對此體育局回應捷運公司三日 邀集體育局消防局及遠雄巨蛋公司等 辦理現場會刊 遠雄也允諾 將於11月15日前完成逃生通道 及消防避難空間等相關工作 接著黃曼謝正琳 沈志明 台北報導 接著黃曼謝正琳 沈志明 接著黃曼謝正琳 沈志明 現在的黃曼謝正琳 沈志明